志成大院胸腔外科主治医师严毅庭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气胸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气胸这个名词 气胸的意思是空气跑进胸腔里面 但是它跑进胸腔里面却不是跑进肺脏里面 那如果跑进胸腔里头又不是跑进肺脏里面 那它到底跑去哪 事实上是这样 我们的胸臂跟肺脏中间有一个空腔 这叫做热膜腔 所谓的气胸就是空气跑进去热膜腔里头 这叫做气胸 那空气为什么会跑进热膜腔里面 大概就是几种原因 一个是肺部出现了破洞 所以空气从肺脏漏到热膜腔里头 那另外一个状况当然是因为外力 例如刀伤、枪伤 把胸腔把胸臂打穿了一个洞 让空气从外面跑进去 胸腔里头的热膜腔 这是另外一个气胸形成的原因 事实上气胸好发的两个族群 一个是高瘦的年轻男性 另外一个则是长期抽烟的人 我们先来谈谈高瘦年轻男性发生气胸的原因 它实际上就是肺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不正常的气泡 这个气泡破掉之后空气从肺脏里头溜到了肺脏外面 跑进了热膜腔里面 那它的症状呢 一般来讲都是突然的胸痛或者是胸门 那在呼吸上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发生在年轻高瘦男性的这个气胸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自发性的气胸 另外一个族群是长期抽烟的人会出现的气胸 这类的气胸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肺脏在接受香烟 长期慢性的破坏之后结构上出现了改变 变得更脆弱 那变得脆弱也就容易破掉 那破掉同样的故事就是空气会从肺脏里头 跑到肺脏外面 那漏进了热膜腔里面形成气胸 那到底气胸该如何处理 我们晓得我们呼吸如果需要 如果希望平顺 必须要两个肺脏都能够很稳定的扩张 那空气才有办法在肺脏里头行气体交换 那气胸出现的情况下呢 肺脏会被这些空气压扁 那压扁的情况下他当然就没办法行有效的气体交换 就会出现呼吸不顺的症状 所以对于气胸的处理第一步就是先引流 先引流 我们必须要把热膜腔的空气 也就是压缩到肺脏的这些空气引流出来 那当然空气引流出来 如果它又再度发生 就是我们所谓的气胸复发的情况下呢 一般的选择就会以手术去处理 那手术的这个方式不外乎就是将破洞 把漏气的地方处理掉 做切除 做局部性的切除 再加上热膜粘连 所谓热膜粘连就是将热膜腔的这个空间呢 用化学或物理的方式把它粘起来 让这个胸腔里面不要有太多的空间 可以容纳这个空气的累积 那这是我们气胸大致上处理的方式 跟发生的原因 所以各位如果在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出现气胸的状况 或者是出现突发性的这个胸痛 请先不用担心 那其实以目前医疗的进步 跟这个普及 我们对气胸都可以有相当有效的处理方式